今天兩點半開 我們剛剛前面有走一批人 裡面有都是馬來西亞的朋友 他們在台北唸書 在台灣唸書 有人唸東角唸文化 然後剛好他們出我們就問他說 你們覺得好吃嗎 你們等了多久 他們兩點半來了 兩點半來 現在七點半 他們在這邊等了五個小時 好 就是別人吃完五個小時 對五個小時 不過他們是有點失望 他們覺得太貴了 他們覺得太貴 然後就是時間已經消磨掉 他們所有的期待 那今天就讓我們來吃吃看 到底好不好吃 就等一下見粉餚 對 它叫做 J-A-Y-F-A-I-Y-5 對 應該念J-5 J-5 我們現在很厭世 我們已經等了三個小時 等三個小時 我們來曼谷觀光 浪費了三個小時 在等米奇平西 沒有什麼看法 就是 我們剛剛就說啊 早知道要等那麼久 我們就是應該在飯店 吃完它的那個晚餐的廚房 對啊!真的! 真的!前後啊! 你從來到吃完 抓4到5個小時差不多 要!我剛剛有聽到 我們旁邊有一桌 他已經在那邊的 我就問他說請問一下你幾點啊? 他說他們9月就上午餐 現在12月吃 你知道我後面有一桌 已經坐下來應該半個小時 還沒點 他們桌上 我剛剛就是問他們啊 對 他們說他們9月就訂啦 等到年底還會吃喔 欸!他們講中文齁 講中文 對!然後他們現在桌上一道菜都沒了 有啊!有水了 有水!差不多桌下去一個小時了 快一個小時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一桌都還沒有東西吃 人生就是應該學會等待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文化 你要學著去 有啊!泰國剛剛我不是跟你講 他們就是在等待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對!真是一種信仰好嗎? 不知道步調很快的人來這裡感受一生 請你開懷你的雄心壯志 我就吃一下米其林 一心到底是有多厲害 他最好要給我很厲害 不然我就把米其林的一心那個盤子 直接 折斷 好啦!關! 等太久了要瘋了你知道嗎? 2000 years later 有一天我跟妳又要一家水 妳不會先救誰 我不會救妳 妳我有問題問我很多次 因為妳們兩個都比我會有 我根本就不需要救妳 我自己沒淹死就不錯了 我為什麼要救妳 蛤? 妳比我太養了 妳應該是妳要救我吧 那有妳已經有到蝶式了耶 然後咧 這樣蝶回岸上這樣 這樣喔 day 2 親愛的 我們來剪刀手褲 看誰比較厲害 剪 我們三 妳現在還是無聊到跟我玩剪刀手褲 對 三戰兩勝 然後呢 糟糕 出著脫一件 欸妳有手錶 妳可以脫手錶啊 對啊 有沒有看到後面 大家都在裡面吃什麼做菜 我覺得它最特別是用燙火啦 因為我覺得能煎使用燙火的很少 那燙火煮出來的味道一定有一點不一樣 It's come to life again It's my message right 今天差一點現在很認真在做功課 排隊排那麼久一定要認真的對不對 就是反正等也是等啊 對啊 現在已經9點了 我們等了4個小時 我猜要再2個小時 對 差滿久的 我猜要再2個小時 我剛才發現這間最大的優點就是說 可以先點啤酒 可是我有可能等一等我不想等我就走吧 只是啤酒錢還是該付啊 我們有先點啤酒啦 如果說妳在那邊等的比較不耐煩 你可以先跟服務人員說妳要喝啤酒 這瓶啤酒150 對150 對 比飯店還好多 比飯店便宜啦 這是大瓶的 這是500的 我這邊要倒大杯一點 因為有人剛剛把我啤酒喝了 我們是69號 我們是5點半 來寫號碼 現在是10點整 所以我猜我們真的吃到餐的時間 應該是要11點 18 9 10 11 要5個半小時 他剛剛有給我們菜單 可是那已經對我來講 我覺得不重要了 解好圖就等下直接給他看 說我要這個1 這個1 這個1 OK 這樣是最簡單的方法 因為他剛剛給我們的菜單啊 我剛剛本來想說翻譯 翻譯第一排給大家看 他講的是什麼書 結果這一排也不是英文 只有下面這個是英文 他的盒管 他還是推薦他的盒管 我們獲得了位子 可是那也不能獲得什麼 因為大家在一個小時 我覺得這位置很適合我們邊邊講 因為我們可能要拍一點小影片啊 什麼就不會吵到垃圾 你們去他的廁所嗎 有很乾淨 很乾淨嗎 就是像家裡的一樣的廁所 就是乾淨簡單什麼都有 然後感覺也沒什麼人使用 對 你覺得一個餐廳最重要的是什麼 重點是要不要等很久 不是重點是廁所 一個餐廳最重要怎麼問廁所 廁所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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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逛夜市的時候 很多餐廳沒有廁所 你還是會是 你去吃豪華拉雞排 你去吃燙烤雞排 你去吃的 什麼涼麵 什麼好朋友涼麵 你需要廁所嗎 你需要廁所嗎 不需要 那是夜市不是餐廳 嗯 裡面好像有魚耶 它是螃蟹 螃蟹 螃蟹阿姨 都是海鮮啦 差不多 它裡面的蟹肉真的 我切給你們去 你有看到嗎 有 有 我看到了 我最愛吃蟹肉了 感覺真的超好吃的 它裡面的蟹肉真的非常 是蟹肉跟蛋糕的比例 是蟹肉餅 蛋黃豬 然後我現在要吃了 現在要把螃蟹跟蛋一起吃 而且它蟹肉這麼大塊 這裡面都不知道幾隻 它的蟹肉非常的大塊 它已經大塊到你覺得 真的就像小朋友講的 很像是在吃雞肉的感覺 蛋香味很重 它是用大火下去的 整個本身這個食材 是沒有什麼調味 你可以吃到原本食物的味道 可是等這麼久 我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 就是要不要來吃下一次 這個醬感覺就是AB3 第二樣就是這個 這是海鮮湯 海鮮湯它一樣 它有分小份中份跟大份 600 800跟1000塊 之前的價格是這樣 現在是不知道 等一下老闆幫我們結帳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這蝦子也太大了吧 這麼大隻 蝦子真的很大 非常非常大隻 裡面蝦子的部分就有三隻 OMG 這是螃蟹 它還有螃蟹啊 然後這感覺像是筍子 裡面的料非常非常的多 我先撈一碗我喝 因為小朋友怕會辣 我裡面撈了我所有看到的料 我先喝一口它的湯 湯最重要 這就是它的精華 很酸 辣有一點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有點辣 它的蝦子真的很大隻 我先來吃吃看它的料 像是角白筍的東西 不是角白筍 折擦它裡面的蒼泥 什麼都弄悲很乾淨 還有這邊還有糖 我幫它拿掉了 它裡面真的很大隻 吃掉 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真的從來沒有想過 就是喝這種酸辣湯 就是 蝦子進到我嘴巴裡 我會沒有辦法講話 因為它真的非常非常大隻 那你覺得好吃嗎 我覺得就是 蠻好喝的 可是這感覺外面也喝得到 可是它料真的很足 可是喝起來跟外面的味道差不多 所以我不覺得這個糖 需要特別一點就還好 它料真的很足 除了這個之外 就還好 就是800塊我覺得有點貴 就是如果說剛剛第一樣跟第二樣的話 我會覺得剛剛第一樣真的很必甜 非常必甜 第三樣就是這個 這是 黃咖哩 咖哩有分綠的啊 黃的啊 這就是黃色的咖哩 這一份其實不錯 就是我看網路上分享的話 這一份大概是1500 你有看到嗎 它是螃蟹炒蛋 這真的是螃蟹炒蛋 我是蛋炒螃蟹 先來吃一下它蛋的部分 蛋 我這三樣是目前我知道我覺得最好吃的 真的還假的 非常好吃 這個蛋欸 我覺得是蛋而已 很好吃 我覺得最厲害是它的咖哩 它的味道很香 推薦大家來吃 如果你們有吃白飯的話 其實你點這個跟白飯 你就可以吃超好吃 那你覺得等五個小時可以嗎 不行 等五個小時可以嗎 等五個小時可以嗎 不可以 我們剛剛在等的時候有發現兩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想要比較快吃到它的話 我發現了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如果你確定你要來泰國 你可以先寫信到它的信箱定位 你要吃的日期跟時間 是可以的 如果說 你忘記定位 你已經來泰國 還有一個方法是 你可以提前一兩天來 先寫入的譜表 像你等待的時間 應該可以說的 我只說應該喔 我沒說確定 因為我剛剛看到的也是這麼多 芥蘭菜頭 我整個部分是600塊 600塊嗎 這樣加600塊 可是我目前吃過最好吃的芥蘭菜 就是上次我們去101的時候 在它的烤芽餐廳吃的那個芥蘭菜 真的厲害 芥蘭菜 它的芥蘭菜是苦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泰國的蔬菜都是這樣 還是怎麼回事 可是它的蔬菜是苦的 芥蘭菜一整個吃下去是 蠻興奮的 我覺得非常苦 所以不用點在那裡 我竟然在洗乾淨 最後一樣菜 是我剛剛問老闆說 你們比較推薦的菜色有什麼 他就第一樣就跟我推薦的這個是 他們的草荷粉 它的荷粉裡面 大部分是草海鮮類的東西 而且它是真的是海鮮草荷粉 不是荷粉草海鮮 它的荷粉草海鮮 它的荷粉非常荷粉 真的耶 海鮮好像比荷粉多耶 我剛剛推薦它唯一個缺點 就是很爛 都很好吃 就是很爛 荷粉的部分大概是400塊錢之分 其實我覺得這有點小 它的東西其實 都有點價格都有東西 可是我覺得荷粉的料 稍微比較沒有錯 老闆 我覺得蠻好吃的啊 今天很麻煩你覺得好吃 我說很好吃 可是它很辣 你覺得很辣嗎 很辣 老闆堅持說我的菜都一定要自己炒 它已經吸引了 其實這家電視就是家族傳承 他們家就是他爸爸媽媽 本來就是在做這一盒 然後就是接下來就說 我們現在在等Grab 然後這一間啊我老實說啦 我個人是覺得它蠻好吃 可是真的等太久了 如果說它等一兩個小時 我覺得我可能還會來這一次 就是等五個小時真的不太久了 從吃到結束 對快六個小時 我反而不建議說旅遊來一次啊 太浪費時間了 然後我建議給你們說 如果你喜歡旅遊 記得訂閱 按讚 最重要的是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這一張 老闆跟信介參與你的IG 我們明姐姐拜拜 拜拜 除了 今天